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建会的暴力退学 也算是一对老对手了 关掉方是兄弟团队 对面是白铺山少主他们团队 白铺山少主他们又把名字改回来了 之前打帮战嘛 为了打帮战也是改了名字了 现在帮战 他们那边的帮战好像是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因为最后就剩下换血格和换城了嘛 就剩下这两个武器了 关掉方还是双血神一石头化身加利弗 对面是双灵波一石头化身加利弗 一把弗阵也是大克的关掉方风阵 百分之十 琴三叠 先杀一个灵波城 再来个琴三叠 因为关掉方也知道 灵波城他没什么抗性 所以说给个琴三叠就够了 用不着血雨 血雨浪费 半江脚反 看看 一个超飞再加一个半江 能带走几个叶罗叉 可诺劲了 还剩下一对叶罗叉 对面 虎震有大克 那这个输出肯定是非常的爆炸的 本来兄弟这边就属于那种血多 没抗性 你一旦就像这种顶尖的暴力三攻啊 有了这种虎震加大克 直接砍了一万多 出甲 三千九 一波下来一个叶罗叉也没有了 但是前边这个闪现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直接闪现出四个宝宝来 再神又一个 零中鸟 一波下来 关键帮这边也不好受啊 差点第一回合就把关键帮化身死直接给拿了 卡卡要 直接舍了吧 直接舍了 舍了将近一万五 小爽再点对面另外一个零波 对面也是继续小爽再点关键帮的雪神墨 但是 零波成很有可能已经没了 换个虚名 163能不能扛得住 零波成能打出一下的话 对面宝宝补刀的时候也会方便很快 因为这个零波捅过来一定会非常能疼 最起码给个 只能给个烈石或者是捞勇 破血也可以 5800 5400 大残 然后前盘宝贝一根 为什么点过那款雪神墨 雪神墨他没有163 点杀的时候成功率会高很多 1500 没出连 没出爆 没出连 没出爆 那这就不行 临终牛宝宝 他不连不爆的 那就没啥用 扛下来了 石头那边再触发一把青蛇 还能接着飞 那这几波点杀的话 对面是绝亏的 不过下个回合 对面另外一个零波神就要站起来了 队长方小爽 再给观众方石头 地府来一个 再给地府来一个 雪宇再扔 对面再卡药 场上已经有高速了 化身色 慢慢叠人心 金涛怒 再来 这一波不来针对这个雪神墨了 这样舍身墨了 他肯定逼舍的 因为观众方这边化身死 有全场的移属 舍身还是特别的方便的 再来一个青蛇飞 下一波的话 对面另外一个零波神站起来 另外一个零波神应该叫个啥 我记得以前叫个小太阳 好像就是啊 光要小太阳好像是啊 忘了 那个还没赶回名字 其他人都赶回了 因为这个名字 就有他自己的代表心嘛 这名字也用了好多年了 哎 守住尸体 这还没能出手 但是还是观众方这边的优势 回头还是一点对面的 哎 其实现在可以尝试的点一下对面的地 啊 低谷化身色可以尝试的点 半温侠任一个没中 但是中无魂了 打个大惊 再招 继续须米往过冲 石驼这边变得啥卡片 忘了 变得幽灵卡片 还魂再拉起来 这边化身色 三层的任性 三宫对蝶 任性的不多 因为对面现在还有几波金刚没补呢 这大锤子真是全权倒入 再消死一个 一滴血倒在了对面 身上有小死亡 反正的啊 因为现在为什么是一滴血啊 很多小满可能还不太清楚啊 因为它有一个抗反正的筋脉 反正 假如说反正完了 你其实已经死啊 但是 由于这个筋脉的原因 就是让你飞完了这一次 再扣这个反正的血 明白吧 就飞完了这一次 你再一滴血倒地 这就是咱们最早期 大概在 最早期兄弟们见过师傅 经常 就飞着飞着坠机了 这个坠机这个词吧 咱们就说梦幻里边的坠机 就是从师傅你身上来的嘛 后来为了改善这么一个问题 才出的这么一个经脉 这个经脉出了好多年了都 但有很多小伙伴 他还是不懂这个东西 我之前看很多里边评论器还说这个事 因为梦幻里边存在很多的就是已经早就不玩这个游戏了 但是时不时会看一些主播的视频之类的 看看五开的视频了 看看PK的视频了 这种 这种人也很多 想玩的可能没时间 也可能说现在确实是投资可能比较大 想玩没法玩 钱也好 时间也好 都凑不起来 那其实看看视频也算是对自己喜欢的一个游戏的一个 这叫怀念吧 就跟我一样 我现在也不玩那个啥 什么魔术真慢了 什么红镜了 但是我也天天看人家没发视频 我也十几年二十年没玩过这些游戏 但还是喜欢看了 只要没中小死亡倒地 其实双方这个反击能力都很强 现在双方都怕小死亡 对待方也怕 对待方也怕 剩下的其实就看一个谁的163出的更多了 或者是谁的小爽挂的节奏更好吧 对面地图 有地图如果倒了那就难受了 射身去夜 没毛病 先舍满了 再换一个顺法地厅 还得接着挂小死亡 不管是对面还是关键 还是从小死亡来着手 163 赶紧把小死亡解掉 对着我们小死亡再来点关键方地府 但是小死亡没挂中 地府这小死亡确实不好挂 那关键方是选择了解除这个小死亡 解除关键方自己的小死亡 所以没去挂小死亡 对面林波神虽然倒地了 但是影响可能会影响他这个回合的出手 那还是有用的 雪石墓虽然下回合休息 但恰巧这个时候关键方雪石墓再没宝宝了 休息的时候出个宝宝 然后看看要不要继续磁行 再把地图救起来 磁行现在关键方属于一换一 另外一个雪石墓如果小死亡时间不到 诶可以啊可以刺了 下回合可以直接吸走的 雪石墓虽啊 别让化身似磁行 化身似磁行的话 地府就得第一时间把小死亡给他解掉啊 对面被这伙压的 仅剩下两个辅助了 没了 仅剩下两个辅助 磁行吸走 磁行化身似直接刺了 那小死亡赶紧解呀 扔了个无魂 对面也是一把磁行 全部放出来了 换练习神 咬死 163没死 哎呦化身似中无魂了 比较尴尬 对面化身似是五层的人心 他恢复上线的能力 少比关键方更强的 关键方没解掉这个小索会出问题 如果化身似倒地 那就是另外一个事了啊 石头补了一个隐身宝宝 不是顺法也不是顺机 浪涌 再来 能不能打死 没打死 下个回合 他赶紧给自己吃乌龙 又换了宝宝 不吃乌龙 小死亡 有骨头啊 不吃乌龙呢 对面换须迷了 你就别吃 出法联 诶 163这 这163连着神四次啊 163因为前四次的概率是特别高的啊 80% 60% 40% 20% 20% 地点啊 前四次 在 直接全部出发了 我这化身似最终还是吃上了神灵 胃上的一口 乌龙丹 这样就换成对面地府晓爽倒地 而观战方化身似没有晓爽倒地 那这情况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局势就瞬间不一样了 如果是观战方这边化身似晓爽倒地 对面地府没有晓爽倒地啊 那就是观战方的大律师 现在就是对面的大律师 再来一把慈航 救起四个满血人物单位 这种暴力打法的话 就是这样 可能几回合的运气差别 对于局势的影响 那是非常的大的 现在观战方这边保卫消耗也不小了 再换 一会儿等把地府拉起来再说吧 当队长方没了地府 其实也就没有了对观战方的任何牵制力 大家也知道 熊里这团队 慈航嘛 你没有小子王 他随便慈啊 你根本控制不了他的这个慈航 首先观战方有速度呀 你想控制慈航 只能是依赖自己的小子王嘛 地府没了 损失很大 而且那一手化身似啊 那一手化身似众无魂也很关键 对面可能是地府吃完了化身似去 活一口 满层人心的化身似啊 啊 五层人心的化身似 活一口地府直接就站得横稳了 横稳了 我看那个回合 他出的宝宝他也没活血啊 他出的宝宝 十回合慈航的化身似 十回合出的宝宝 但是没出来 他没有去活血 没有活血 没有去活血 那算了吧 那咱就不聊了 哈哈 再把尸坨小爽点死 化身似到地 再射一把 再挂小死亡 再抄 再带走 那得了 这打不了了 这你怎么打得过呀 化身似 把人心也放掉了 给自己拉了一把 推拿 也没推爆啊 推拿推了六千多 远远不够 远远不够 这个飞机是有点亏的 他就飞到一个人 小爽再点 轻掉地听 宝宝再跟一根 对面化身似 应该也快没了 就此服伤 那就没事 这个回合还能活 但下个回合怎么办 下个回合 关闸坑另外一个雪 什么他没上线 对雪也扔不出来 再招 化身似 还有五个宝宝呢 继续换寻米 压一手 对面化身似 倒地 那这就结束了 那这结束 对面化身似 现在身上 十四回合的小爽 因为刚才又吸了俩嘛 吸了对面 师傅和地府的小爽 十四回合小爽 那那肯定拉不起来了 拉不起来化身似 那其他人也就 站不起来 回不了上线了 基本关闸坑这续迷 瞄下死一个 拉起地府 继续招宝宝 关闸坑可以 打鬼啊 修罗咒 反弹伤害 小死亡 再点对面地府 这不是没挂中 起个指儿骗自己 再抽 再招 没死 再来 163 再来 还差 二十多滴血 砸一下 倒地 没杀人了 这修罗咒 能烦死人啊 惊涛怒啊 直接就烦死了 他这个伤害特别高的 一千四直接烦死 最高就反 反弹一千四百的伤害 最高就反弹一千四 等级乘一八嘛 鬼眼打上 靠地厅 再冲一波 蛇头那边还没有变身 还得先变身 谁哟 拉起来给自己回个篮 因为他刚才 辞好过一次 他一直没加上这个篮 前面一直缺宝宝 也没空给自己加这个篮 现在才补上这口篮 补上这口篮 能干啥呀 收宝宝 拜拜 拜拜